相信很多熟悉多罗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上 史莱克切怪作为主角 他们的实力和天赋都是非常强大的 但对于他们而言 军一赛结束的五年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其中最令大家伤心的事情 就是小五的陷阱了 自从他在武魂店暴露了自己的十万年魂兽身份后 武魂店就一直没打算放过他 虽然当时因为讨好的出现 小五侥幸逃过一劫 然后回到星斗森林中待了五年 但是五年时间过去后 比比东再次派遣两大符号的罗 以及诸多强者前去星斗森林猎杀小五 而这一次因为讨好不在 因此主角完全不是魂店的对手 唐三和小五胆战的相识 后来就一起逃跑 其实大米哈米已经拖住了魂店的众多高手 小五和唐三也努力逃跑 只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半路上出现一只三万年秀为的人民魔猪 拦住了他们的脚步 唐三和小五失去了逃亡的机会 走透无路的小五直接陷阱了自己 唐三的实力从60级双击到65级 但主角非常痛苦 因此他一定要复仇 而第一个对象不是魂店 而是那只魂兽 没想到意外又获得了一块八猪毛魂骨 简直太牛了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到的